给炒个辣炒肉片 好嘞 看一下 这么多肉 这就是一份 肉片还得先焯水 不是直接炒 他很有自己的炒菜的流程 你们能想象到的流程都被他颠覆了 他就是一个炒菜界的 说好听的叫艺术家 说不好听的叫奇葩 这就是关键 肉片焯焯水的作用是干什么 给他洗个澡 去去雪墨 你看很讲究 人家必须给你把雪墨去掉 直接炒 因为在打击上 小炮觉得自己良心 必须要给你把这个雪墨 和卫生过一下关 你看多好的小炮 是吧 有感觉 再这样接着 翻炒 还得再洗一遍水 无敌了 你看这小感觉 锅再刷一遍 接着可以刷锅 我以为直接加油 他每一个细节非常的讲究 要拿过这个扫把 好 给刷一下 再来一遍 他光刷锅 费了半天的时间 加上这个法生柚 接着翻炒 开始火了 这就到他的表演就开始了 加上这个肉片 超过水的肉片就是不一样 好 好 开始翻炒 还有的时候加鸟 哈 大大大 你看 都有杆脚 这样一份 这肉片都是应该是手切的 好 开始加调料 加上了点花椒 加辣椒 好嘞 接着看看这下面 应该我今天没错了 我应该加辣椒了 他的所有菜就是加完花椒 加辣椒 加完辣椒 加调料 加完调料 好嘞 就像一个油厂 加辣椒 加辣椒 好 加完辣椒 加调料 好 好 加酱油 这其实 好 好 加上这个老头 哎 这小火苗 有点 这小火苗有点粪心网 加点面酱 接着爆炒 好 盐 味精 鸡精 一样不能少啊 少一样的味道就差了很多 好嘞 接着翻炒 好 加上这个小辣椒 然后来上葱花香菜 还有加了一个洋葱 这一项 原来洋葱在他这里是干这个用的 然后来上一点老汤 接着翻炒 你看 这小辣炒 小猪肉一下 好嘞 关火 小胖这一份多少钱 这一份多钱 三十 这一份成本就得二十多 现在出这二十多菜前进进来 你看 这马上一大盘子 不过瘾 漂亮 小辣 老师 小辣子